Hello 大家好 我是十月 上期二次元女神志 咱们介绍了拳皇系列中的高人气女性角色 沉默的军事莉安娜 既然说到拥有军人属性的女性格斗家 那自然少不了今天要介绍的这位 来自卡普空街霸系列中的高人气女性格斗家 加米怀特 加米怀特初登场于卡普空1993年发售的街机格斗游戏 超级街头霸王2 金色双妈味 高插紧身衣 以及象征军人身份的红色贝雷帽 干练又不是性感的撒爽形象 让他出登场就获得了丝毫不逊前辈春丽的超高人气 在超级街头霸王2的设定中 加米作为英国红三角特种部队的一员 为了调查邪恶组织影罗而参加了此次街头霸王大会 在超级街头霸王2的结尾 加米在击败影罗头目维加后 从维加口中得知 自己其实是维加利用自身DNA制作出来的克隆体代号杀人风 随后在1996年发售的街机格斗游戏X战警VS街霸中 我们首次见到了杀人风时期的加米 由于此时的加米还处于维加的精神控制中 因此我们可以在他的部分招式中 看到与维加相似的精神能量效果 童年年底 杀人风时期的加米 又以电脑专用角色的形式登陆街霸Zero2 得益于此 漫画家中平正言在漫画版街霸Zero中 对加米的过往进行了讲述 作为维加的首个克隆体 加米从一出生就开始接受影罗的精神控制和强化训练 并作为维加收集格斗家们数据的工具 参加影罗举办的地下格斗大赛 尽管当时的加米只有十五六岁 但已经拥有了相当强悍的战斗能力 长期的精神控制 更是使他不论是杀死对手还是身处险境 都不会产生任何情感波动 然而当纯丽在影罗的地下格斗大会中 不顾自身安危 就下险些被苏杜姆杀死的加米时 第一次感受到他人关心的加米 内心产生了些许变化 不过很快 落单的加米便再次落入维加手中 之后加米再次现身 便是在格斗少女英中 此时已换上游戏同款装扮的加米 因不明原因 从影罗香港支部叛逃 并向国际刑警寻求帮助 影罗则雇用了当地著名杀手袁 对加米展开追杀 危机时刻 春丽和英及时赶到 将加米从袁手中救下 这里顺便说一句 作为豪鬼同等级的存在 袁这一战是放了海的 之后失忆的加米被送往国际刑警总部 在1994年上映的《街头霸王2》电影版中 加米则是因为刺杀政要 而被国际刑警抓捕 至于为什么这个时候的加米 会穿着红三角部队的衣服 只能解释为当时的卡普空 还没着手为加米设计杀人风时期的造型 因此造成了穿着上的bug 发说加米这套暗杀动作 我是真爱看 1998年 杀人风加米作为正式角色 参战街霸03 在结局中 加米为了彻底消灭影罗 而卷入爆炸之中下落不明 至于这之后 加米是如何加入红三角部队的 卡普空官方 仅在街霸30周年合集中提到 是红三角部队的杰恩霍夫曼 发现了昏迷中的他 并将他收留 杰霸四时代 加米与春丽古猎 作为各自所属组织的代表 联手继续对转入地下活动的影罗 进行调查 期间与尤尼的相遇 让加米意识到 在影罗中 仍有许多与自己遭遇相似的偶人 在受到影罗的控制 于是加米在继续调查影罗的同时 也开始着手解救 那些受到影罗控制的偶人 到了杰霸五的故事中 加米在与同僚 一起对影罗残余势力 进行清理的同时 也开始帮助尤尼 迪卡普利等 曾被影罗控制的女孩子们 重新适应正常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 在作为街霸五日后谈性质的 加米个人漫画 街头霸王传奇 加米中明确了 当初加米是以间谍的身份 加入红三角部队的 且维加曾在加米意识中 设置了激活 其作为杀人风身份的关键词 重生 不过由于加米 早已彻底摆脱了 为家的精神控制 因此加米反利用了这件事 假装受到控制 竟然找到了影罗的隐藏据点 顺便说一句 这部漫画里 加米的白色紧身衣 是真好看 在最新的街霸六剧情中 我们可以看到 此时的加米 已经被调入英国情报局总部 而迪卡普利 尤尼等曾遭到 为家精神控制的偶人 如今也终于在加米的 不断努力下 过上了普通女孩的生活 完成了自我救赎的加米 性格似乎也因此 变得开朗了不少 总而言之 看到这位有着痛苦过去的少女 如今过着惬意自由的生活 对于喜欢加米的玩家来说 无疑也是一种幸福 最后再来说说 关于加米的一些趣闻 首先就是加米的角色原型 为漫画《追伤之人》中的 女杀手米斯蒂 话说 为了本期视频的严谨性 我特意去找了 这部漫画改编的OVA动画 不得不说 真是让十月大开眼界 说回正题 关于加米这个名字的来源 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由红三角部队的教官 金恩霍夫曼所骑 不过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如果加米这个名字 是加入红三角部队后才有的 那么在《街霸ZERO》系列中 加米为什么又会被叫做加米呢 另一个说法 则出自中平正言的漫画 《格斗少女鹰》 鹰在与加米联手击败桑吉尔夫后 兴奋地朝加米喊出了加米这个名字 原因是加米让鹰想起了 加附近那只脸上有伤疤的流浪猫 尽管鹰立刻向加米道了歉 但加米却对这个名字非常满意 不过从《街霸6》的剧情来看 官方目前依旧采用的是前一种说法 另外就是加米的全名加米怀特 其实是出自1994年上映的 《街头霸王》真人版电影 在这部真人电影中 由澳大利亚著名歌手凯利米洛扮演的加米 其身份是古列的副官 军衔则是联合军中尉 不过在电影中并没有交代怀特这个姓氏的由来 而后续的劫霸作品则直接沿用了这个全名 这里夹个私货 1994年卡普空曾邀请年仅19岁的澳大利亚模特丹拉尼 在《街头霸王2X》电视广告中出演真人版加米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这位真人版加米的还原度也相当高 其实从游戏剧情中可以看出 加米和春丽的关系非常好 但在《街头霸王2V》这版动画中曾提到 被影罗洗脑的加米 参与了刺杀春丽父亲同昂的行动 不过由于这部作品的剧情过于起飞 因此这里就不多讨论了 作为一名高人气角色 加米曾以街霸角色的身份 在多部乱斗性质的作品中有过客串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卡普空自家的VS系列 南梦宫VS卡普空 卡普空VSSNK等 其中在射击游戏神枪机兵中有提到 加米曾在21岁时加入过反邪恶特种部队ARSF 不过从目前街霸6的剧情来看 加米加入ARSF应该只是临时戒掉 当然解释为平行宇宙也未尝不可 最后要说的是 加米和十月一样是名自身猫奴 这一点在街霸6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不但社交媒体投向 随身小视频都是猫猫 甚至还会要求玩家扮演的弟子 对流浪猫进行尾形拍摄 还有就是在街霸2X结局中出现的猫 和街霸6加米胜利时出现的猫是同一只 这只猫的名字叫凯蒂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二次元女神志的全部内容了 你喜欢加米这位二次元女神吗 你还知道哪些有关加米的趣闻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